欧阳唐 你是个混蛋 快去 干嘛呀 你们俩 快走吧 我告诉你 欧阳唐 你要是再敢欺负宋怀 你等人瞧 找我什么事 不会是想通了吧 不是来警告你的 秦莫对你一再容忍 不代表我们就对你没办法 我的家人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你敢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我也会不及后果 欧阳唐 你是个混蛋 快去 干嘛呀 你们俩 快走吧 我告诉你 欧阳唐 你要是再敢欺负宋怀 你等人瞧 别人帮个欺负宫 我告诉你 言送的事情 马上给我处理好 你们俩跑去干什么呀 我们俩是去跑去报仇的 你去干嘛呀 对呀 你去找他干嘛 我去告诉他 别做什么事情都无所顾忌 觉得我们好欺负 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万一谁出点意外 我有多内疚知道吗 以后欧阳腾的事 你们俩就别管了 怎么能不管呢 就是啊 别让我再看到他 嗯 好 咱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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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不是宋总在的话 不一定恨你垂那混蛋的 就是这种人啊叫盖达 谁盖达 欧阳唐啊 什么 我们去找个报仇了 痛扁了那小子一对 就是 你们去打欧阳唐了 打他干吗 打他有什么意义啊 那个 秦牧 你别生气 我们就是想给宋总报仇 是我鼓动他去的 别 别 都是我出的主意 够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 从现在开始 谁都不能接近欧阳唐一步 他的事情 我会来处理知道吗 你不能接近欧阳唐一步 自己被锐了 你必尽好 以后的事 我还是在麻烦 就算是非常好 你怎么会不会有事 行 让我来 批起来 你怎么会把你 咱们打批起来 你怎么会有什么 是你什么 是我 真的 你怎么办 我宋总 你怎么办 我吧 我知道我是有点冲动 我就是觉得 我应该做点什么 你这样去找他有什么用的 万一你出事怎么办 你想过阎朗吗 不然还有你吗 你肯定会保护好阎朗的 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再去找欧阳唐 保护你们的事情 我会来处理的 为什么一直都是你保护我呢 我总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呀 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出国的 这是没得商量 你干吗要那么快把我们送走 就是为了一个人留下来 面对这一切是吗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 就是你们的安全 就这么决定 月月 我知道了 刚刚你已经批评过我了 我不是想跟你说这个 我刚来的时候 我刚来的时候在宠物店的门口 看到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 真的 又有人 我还是担心严颂会不安全 所以我想尽快送严老和严颂 离开这儿了 那你去吗 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 我先不去了 这两天我不在的时候 麻烦你多照顾一下严颂 这你放心吧 你不在的时候都是我照顾她的 好 谢谢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咱妈 也被秦莫教训了一段 秦莫这样还真少见 她真火了 我理解 我们今天这么做 她肯定会担心的 你理解就好了 你啊 一直以来就是顾忌太多了 早点把她拥入怀中 也让我省点心 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 不是说开会的吗 人呢 其他人不会来了 陈总 陈总 我跟欧阳总裁还有事情要聊 今天股东会取消 你们先走吧 请吧 坐吧 就剩我们两个了 我们好好聊聊 谢谢 谢谢